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了鱼 点了虾 点了螃蟹 点了好多炒菜 做了一箱做的酒 还送了他菜 都是明马标价的而且真的是没给他跪的 开始都跟他说的好好的 是1900块钱吗 他说只付1500 然后我们说不行的 只能给你稍微意识一下那个100块钱左右 后来就只付了1850块 这是当天消费的菜单 对比周山市发改委 于近日发布的周山景区 饭店菜品价格表可以发现 除了美国红鱼 美金比均价贵出70多块 这家饭店 其他菜品价格 与均价相差不多 对此饭店老板表示 红鱼是店里的特色菜 而且事先协商好了价格 海鲜菜和酒水七个人 人均200多 别说是在景区 在饭店吃也没这个优惠吧 现在的网络新闻都是谣言一张嘴 辟谣好断腿 葡萄山采购运输特殊性 价格肯定比城区里的要高一些 随随便便就说别人黑店 替店家委屈 罔顾事实随便一说 然后被反转打脸的事还少吗 饭吃的不随便 帖子却发的有些随便 对于黑店坚决投诉 但对这种恶意重伤 也该惩处消费者吧 虽然舆论得以停息 但涉事饭店的老板表示 名誉被抹黑 生意也不好了 将起诉视频的拍摄者 那么怎样才能不让公众舆论平台 成为谢私奋的私契呢 好 各位 今天的这个话题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 副秘书长您好 主持人好 大伙儿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赵九霄 九霄好 大家好 首先先问一下九霄 你看这个视频 其实这个事挺具有代表性的 你怎么看待这个视频 整个的这个传播的过程 其实为什么大家会关注这种新闻 正好是在这个疫情的后期 常态化疫情防空之下 好不容易消费恢复了 大家都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去走一走 去旅游 然后旅游当中 最让大家痛恨的那个顽疾就是天价 大家都会在想 是不是这个消费环境又恶劣了 监管部门是不是没有出力 所以一旦这事一出来 它肯定会登上大家的一个关注点 这是必然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事迅速就反转了 一开始以为是消费者碰到了黑店 后来才发现 是一个正正规规的餐馆碰到了一个黑客 人家这个餐馆第一人家明码标价 第二人家也没有强买强卖 第三人家该有的票据什么都有 第四你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当然有评论的一个权利 但是手里有权利 你得好好用 不能够任性 黑店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怎么来从相对专业的层面来定义一下黑店 第一个叫做店黑 店黑就是说他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获得相关的证和证 第二个黑叫做行为黑或者叫买卖黑 就是说所谓的隐瞒真相 虚假告知 虚假承诺 那么同时以此充好等等 这些就是他行为黑 第三个当然我们老百姓说就是心黑 所谓的违背了我们城市信用的原则 也背离了我们最起码的这种同手无期的优良的传统 首先这家企业它是有相关征兆的 那么征兆齐全了 第二他提供的商品本身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也就是说符合我们食品安全标准的 那么价格双方是有商有量的 所谓还讨价还价了一下 然后他价格本身也并没有显著的超出当地的市场的公允的 或者平均的价格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应该说 整个商家提供的服务应该是符合法律规定和我们市场惯例的 大家会越来越发现 在你的那个朋友圈里面 在你的各种社交媒体里面 情绪往往比真相更重要 一旦这个情绪被点燃了 你看拍一段视频说 你看这家店我去某某旅游胜利 他又坑我了 又是黑店 大家瞬间就被这个情绪点燃了 情绪这火一旦点燃之后 我们对真相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确实我们现在正如刚才赵远先生所指出的 就是公共舆论媒体 特别是网络化移动化以后 那么大家都非常看重他这种媒体或者平台的力量 但同时要注意我们法律边界必须要严守 所谓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言论也好 或者说我们的网络的行为也好 不能侵扰到社会公共秩序 同时也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的权益